极乐世界没这种苦 极乐世界伐性神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这些营养 伐性神本身就有能量 无需要摄取外在的能量来养生 不要啊 我们对自己了解的也太少了 对着身体 身体是机器 好比机器 机器没有能量 它就不会运作 机器天天在动 日夜不停 它要靠能量维系它 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 能量消耗 消耗到哪里去了 我跟李老师在一起 跟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认为 身体能量的消耗应该是 百分之九十五消耗在往内 胡思乱想 老师同意我的看法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这个看法 从哪里来的 是跟李老师 是跟李老师圣灵 我跟他那一年 我三十一岁 他七十岁 老人 他的工作量 五个人的工作量 换句话说 他一天是做五个人的工作 那饮食呢 他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食 一个人住在一个小房子 没有人照顾 七十岁的老人 你也去吃去看 没有不感动的 他不接受人照顾 体力非常好 走路 年轻学生走不过他 吃那么少 我跟他学习 连这个饮食 起居 也跟他学习 我也采取 日中一食 我比他吃得多 在那个时候 生活费用 台湾钱 我的生活费用 这一餐饭 得三块钱 他老人家两块钱 所以他一个月的 生活费用 只需要六十块钱 我要九十块钱 那那个时候 台湾钱跟美金 兑换的时候 大概是一比三十三四的样子 那换一句话说 李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美金不到两块 一块多钱 他一个月问题解决了 我要超过两块钱 我得到这个结论 能量的消耗 是在往年 心欲清净 消耗就越少 那你摄取就很少 与劳心劳力 不相干 我们下回彼得 就会把没有 消耗